回圈的部分 外回圈把它call下來 然後再增加一個這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本來四的部分 改為I 然後再來把這個把它怎麼樣 把上面的這個把它搬到下面來 這樣就改完了 所以你以後要寫一個 逐步要寫一個那個藍列回圈 你如果沒有辦法一次到位的話 沒關係你就是先寫列回圈再寫藍回圈 然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不就好了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複雜 你要一次全部一次到位 那不是簡單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分兩個階段來寫的話 沒有寫不出來 可能你現在寫熟了之後 你也可以一次到位 反正外回圈內回圈 然後怎麼樣跑 也是可以一次到位 不過可能 可能要看功力 如果你 層次鑽寫功力還不到那裡的話 你就可以 按部就班的 不可能寫不出來的 OK 而且你 藍跟列你分開寫會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 逐行的 除錯 確定跑得出來 你在合併才不會問題 不然你一次全部都跑完 錯了你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到底是藍的地方寫錯還是列的地方寫錯 所以逐步來做的話 應該會是比較簡單的 當然接下來的話就是把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然後呢我們就是再來跑一次 那跑的話當然也可以F8 然後上面的話 就這個應該 那跑的路徑的話我講過嘛 因為他是 先列 再藍 因為列回圈在外面 所以 會先一列跑完 再跑下一列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會這樣 他的行進路徑應該是 這一列跑完對不對 跑完之後的話呢會再下一列 就會跳到什麼呢 有沒有跳到下一列 行進路徑 如果說你今天把這兩個回 這兩個回圈顛倒的話 他的行進路徑就會 就會變成縱向 那 大概與結果無關 反正結果一定都一樣 只是說怎麼跑而已 如果OK的話你就直接把它執行起來 他就會全部幫你跑完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你們就自己在上面再增加一個input bus 就是說把這邊 增加一個 就是 請輸入存款金額 把它放在這上面 城市的最上面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我們這地方 將來的話你就點擊 之後 他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存款金額 那你就給他一個存款金額 他一樣 可以幫我們把結果跑出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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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